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家长要照顾好自己的情绪 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情绪 我们如何帮小朋友稳定他们的情绪呢 所以第一件事 家长我们试一下反过来想 我们平时很忙碌 很多事情没有时间做 我们现在有空了的时间 多了 没有那么多出街 我们就争取这些时间 譬如我们平时真的很久没有收拾书房 我们终于有时间收拾好好的书房 我们没有时间去亲子 很多时间都很忙 上班很晚才回到来 上班已经睡着了 我们现在很多时间可以对着他 那我们有什么时间可以跟小朋友去聊呢 去玩呢 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很珍惜这段时间 虽然有很多事情很担心 但是我们都可以感恩到 我们其实还有足够的食粮 我们的社会里面 其实疫情都未至于是想象中那么厉害的 我们染病的人其实都相对是少的 我们身边家人的朋友的 似乎大部分都还是很健康的 我们小朋友还是开心心在家可以去玩 不用担心他们染病 那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感恩的地方 每天去数一下 每天我们可以有什么是要多谢 那另外当然我们要学会去放松 虽然有些妈妈跟我说 平时上班可能姐姐帮小手处理一些东西 但是这段时间反而就留在家 原来要照顾三餐 要想他们怎样去吃些什么好 还有我们要做了一个IT support 要帮他们开电脑上网学习 其实还要做一个家庭补习老师 很多东西是很繁补的 很多东西根本我们不懂的 我们都要找些时间适当去放松自己 下公园或者在露台好 去休息一下新鲜空气 静一静下来 那现在有些比较流行的 听过有些叫静患 Mindfulness 其实都不需要很多时间 又不需要很深奥的学习 你可能上了一些电子平台 可能下了一些电子 三分钟 不需要很久 去试试静下来 放下我们繁衣我们的东西 感受一下我们身边 我们的怎样去透气 我们身体 告诉我们的情况 是怎样肌肉怎样斑定 不是对还是错 只是感受 我们要接纳自己 我们静一静下来 三分钟 就可以将很多东西放下 放松和舒服 我都很建议家长去试一试 我们自己平静下来 怎样帮小朋友去认识 和去面对现在的疫情呢 去用一个我们叫社交故事 一个故事的形式 简单些 其实就是说 可以像我们平时的小朋友 看书的故事 那样 告诉他们 现在社会 地球上有些病菌 有些病毒 周围走 会令到有些人 病了 不舒服 那我们想避免我们自己会病 还有我们想去预防 令到没有那么多人受感染 所以我们又要做很多的预防措施 例如为何我们要戴口罩 为何我们出日要洗手 我们以前很喜欢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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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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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的老師都開始做這件事 他們都一來掛著學生 還有都想有個平台 大家輕輕鬆鬆 不是為了只是教學上面的 保持社交和身心健康 我記得如何主持人 教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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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